大家好 我是Mira 現在來到日本了 我現在就在羽田基礎 其實我的目的地是要再坐多次飛機的 我要先坐國內線 然後我要飛去第二個島仔 就是叫做隱祺島 我想這個島大家一定沒聽過 因為其實隱祺島是一個 還是不是太多人知道的一個地方 算是一個隱世小島 隱祺島這個地方的政府 就想做多些宣傳 所以這次就派了我來拍片給大家看 這次其實真的非常期待 因為這個島基本上還是沒什麼人知道 因為我想找資料 幾乎是沒什麼資料 所以很期待究竟會有什麼體驗 因為大家都沒去過 我算是一個探險者的身份 很期待 早安 今天要出發搭船 然後我們是要搭這個 一間好像郵輪的物體 現在遠看 其實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香港是由直接的飛機來米子機場 在米子機場 其實可以坐巴士或者坐的士 直接過來這個碼頭 就可以去到隱祺島了 然後現在就出發去隱祺島 好 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買船 然後這樣上去搭船 二等 然後它有不同的等級 二等是3240元 我們的二等室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特別的二等室 我想說是失門了 人分了 其實我們是很難不先找到一個位置 好棒 這裡還有一個遊戲室 看見到嗎 暫無聊的時候可以過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坐船要坐三個小時 我們可以出來這樣鬆斷一下骨 來吧 哇 出發了 漂亮 我想說今天浪費太大了 然後我們同行的所有人都怕運算浪 我本身沒有運算浪 我是沒有運算浪 但是它實在是太猶太恐怖 所以我馬上趴了一粒藥 這些運動是要半小時前吃的 希望不要有事 好啦 剛才坐了三個小時的船 我現在是完全沒睡覺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過來轉一架小船 我給大家看一下小船 超小的小 我們現在要去沿崖 對呀 這些路是極度糾縮的 所以 很專業的去鑽 耶 這次這個隱祺島之旅 就是和阿貝一起來的 整團唯一的香港人 我們來的這個島 是叫做 知夫島 然後這個島 只有600人住 雖然說只有600人 但是我覺得那些建築物 全都是新鮮靚 不是簡陋的 乾淨度 我有驚訝的 OMG OMG 我看不見到驚靚 一落下就看到這個景 果然上來是超級值得 還有我想說 剛才在下面是下雨 但是因為這裡是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現在是下雪 下的是雪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上去就是這樣的 WOW 但我想說 大家其實如果來這裡的話 很抱歉你一定要有車牌才可以過來 因為這裡 基本上是不會有其他交通工具 所以你只可以自己這樣自駕遊上來 這裡這樣看上去呢 是可以看到日本的本道 那邊的方向就是鳥根原 大家要好天的話 你就會看到鳥根原的了 而且因為呢 現在有時候陰天 所以呢 看上去的景色 其實有一點海蝕神 是很夢幻 如果是超級淺天的 這樣來呢 你就會看得很淺 所以其實是會有兩個效果 它有在放油 就是有人在放油 哇塞 哇塞 這個 這樣看上去就是原價 超級恐怖 所以麻煩開車的 一定要是非常之有經驗才可以開車 那現在呢 就要這樣 走過去看赤壁 真的嗎 我覺得很開心我們來這裡 真的人生有多好 我會看到這麼漂亮的天然的景觀 是很震撼的 所以我內心給我一刻 我們第一晚的酒店 住在這裡 它不是酒店 它是民宿 然後呢 我們就是一個晚飯市街 其實這家民宿呢 因為呢 就是政府特別推薦民宿來的 基本上有客人來呢 一定都會來的 我們來煮這家民宿的 那老闆呢 就特地預備了 豐富的海鮮叉 這些魚呢 全都是剛才民宿老闆呢 剛剛新鮮釣 應該超肥 超新鮮 超新鮮 這些魚超鮮甜 一群agens 一群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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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呢 又是一大早起床 然後我們呢 今晚要參觀神社 Today 來了一個海士丁 这个岛就有几千人 也是少的 现在神社的路就这样进去 好了,我们来到这个就是隐其神社 现在我们进入神社前 因为是一个非常神社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稠淨我们的身体先 拿这个水 洗 再用手先 好冷啊,现在是超级冷的冬天 我想说,要洗右手 再拿点水,要浪厚 嗯哼,嗯哼 然后呢,再洗这一条 饼 这样就完成了 好,完成,我们进去 不可以踩的,捞过去 好,我现在要来抽今天的运程 开神来之手 今天的运程会是什么呢? 44 24 诶,诶,都日文的 要解签词 反应 Good luck and bad luck slightly bad luck 对,never mind just for today, it's fine 哈哈哈 好了,因为他们说是almost bad luck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签挂在树上 所以说,把不好的就留在这里 好温的带走 诶,我意思是做这种事 你怎么把它绑起来 Yay 好,我今天的back luck就在这里 好,那现在就要离开神社了 原来每一个日本的神社 基本上离开神社之前的动作都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要 攻 然后呢,这里 都是要拦不开 又是对它一个尊敬的一个动作 我们这条路呢,两边的树呢 是樱花树来的 所以呢,你刚刚问了导游 原来说知其道呢 就是要在4月份的时候来 会是最美的 因为那时候的天气又不会太冬 不会太热啦 跟着有很多樱花啦 所以呢,把握时间是春天 樱花季的时候来啦 来到海边啊 超开心啊 我真的很喜欢海边 但是冬天来海边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 冬天来没什么问题的 最重要的就是包得实一点就要了 哇,这海水很近 大家呢,都在默默地在拍这个心心洞 因为呢,传说中话呢 把这个心心洞 拍成一个手机螢幕的话呢 就可以很快就能关掉男女朋友 所以他们都这么努力 超美 它现在呢,中间有一些阳光啊 超美啊 怎么冬天的海滩都可以这么美啊 呃,我们今天那个午餐来吃 NO 他这肥äus compatible 哇,超油肥的 快下去了 趕快 jard吻了,应该好可爱 哈哈哈哈 幸福 我們現在去摩天崖 我們現在要去登山 我想說登山很漂亮 這裡是叫通天橋 上到來了 摩天界 這裡是隱祺島 海拔最高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這裡 257m 這裡看出去的景是真的很讚 其實我們有走過一些山 但是後來走上去 覺得其實不是特別 但這個景真的很漂亮 而且今天的天色有暗的 陽光在雲層之間透露 好像耶穌光一樣 真的超級美 來這裡 看上去的景是最棒的 哇 今天的最後一站 來看夕陽 哇超美 這個是我人生中 看過最美的夕陽 它是耶穌光夕陽 啊好可惜啊 今天那天太多雲 所以遮住了太陽 太陽其實五分鐘之後就會下山 但是五分鐘以內 我們是不會看到 它那個鹹蛋黃的 所以呢我們就趁天黑之前 就來到這裡了 好了 現在又是新的一天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做陶瓷 我相信已經有一部機了 今次是我人生第一次用這些機做到時 之前呢 是試過在台中 然後是用手鏈的 機是第一次 應該會成功的 它幫我弄軟這塊肚子 然後呢 旁邊這裡有個好像油門的東西 是這樣前後 前後 然後它就會轉 這三個是我弄的 好了 接著呢 就要拿去燒 但是呢 嘩 因為我們今天的行程關係 所以不可以馬上弄到 所以呢 之後才會收到這三個寶貝 這個是我第一個弄的 我是來打算吃烏冬 然後這個呢 其實我本來也打算弄烏冬碗 但是 後來我濕了手 有一點點肚子 不要 碗裡面小一點 看到這個呢 是醬油碟 這個呢 之後呢 他們會幫我弄點它 這個鞋裡怎麼上去的 很感到 我就會覺得 很滑倒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神社 它沒有雷宮那麼高 一直走這些斜路要走20分鐘 原來我穿錯鞋了 我沒想到會是這樣的 這個神社 但是這裡看起來多漂亮 穿上去 我真的不怕啊 這條路 都是這些泥地來的 是濕凸凸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滑 幸好在不知道哪裡找到這些竹 捉著上山 大家不要問為什麼我呢 行山都穿了裙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會行山 終於上來了 就是這個 燒火神社本店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辛苦呢 都要上來呢 就是因為這個神社呢 就是整個隱期度呢 它算是最高級的神社 所以呢 有些什麼大小事 其實島前人呢 都會特意過來這裡聚集 還有呢 如果有些船經過這個神社的話呢 都會特意響安 然後跟這裡事宜 打個招呼 所以呢 這個神社呢 非常受這個島的居民去鑽景 你先走 你走 是嗎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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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我已經把你錄起來了 1 2 沒有 你還是邊走啊 好可怕 就是一直叫我下去 哇賽 這一根很大的作用 有沒有 好 現在呢 我們就前往出發這個厚島了 我們就在前島搭船國回來後島 然後我們在後島的第一餐 晚餐就是吃蟹啊 這個是隱期松葉牌 超級正 然後我們呢 無限任吃 兩個小時 好 這一隻在面前呢 就一人一隻 這個是魚 它呢 是要給ShabuShabu的 然後這一碟蟹 啊 超棒 它是可以放在ShabuShabu 或者可以這樣網銷的 已經急不及待了 燒蟹腳 真正啊 燒蟹還不可以 我現在呢決定吃 ShabuShabu的這個 先試一下有多鮮味 因為呢 他們說呢 這個隱期松葉牌呢 是只是在這個 11月到2月才會有的 特別難足 特別高級 是特別珍貴的 可以吃下去 好好吃 超鮮甜超鮮甜 我覺得有點像半熟的龍蝦的感覺 超鮮甜 所以大家如果是過了這個時候 只可以吃到一般的蟹 雖然一般的蟹都好吃 但他們這個是特別出名的 平時吃了醬油蟹 偶爾吃熟的蟹 其實都不錯 耐料 蟹腳 好正啊 它有一點被我餵了熔 但不要緊 味道一樣 這麼好吃 超好吃 為什麼會這麼好吃 大家看到這個表情就知道 是有多好吃 這樣有一個碗 是讓你扔蟹殼的 其實是說不到話了 我身邊的每一個人 都在這裡 集中在他們的蟹上面 除了好吃這個字之外 想不到其他用詞 它整條出來了 現在吃這個是沙布沙布的 剛才說它的蟹味更加鎖了 在蟹裡 可能因為這是蟹鉗的關係 但這裡沒有蟹鉗 所以要咬開它 我個人是不推薦點任何調味料 就這樣吃它的原味 現在先吃這一隻 這樣說它裡面有很多蟹籽 看到嗎 哇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蟹籽的蟹 我又是覺得有點不知道怎麼入手 就是這樣撕掉它的蓋子 哇 很多蓋 我覺得差很多飯 因為平時吃蟹糕會配飯 試試看 平時我是不吃熟的蟹糕 好鮮喔 它這個吃下去 蟹的黃色也是有點硬 但我覺得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這個味道不會是 準備飯吃的味道 是可以做這樣吃的 它是比較清甜 它不會太濃的味道 我想說我是人生第一次這樣 完整一隻蟹這樣拆件來吃 蠻有這個滿足感的 哇 它的膏都是多麼誇張 成功 它最後還有一個竹 還有竹 竟然都放了一隻蟹 超誇張 吃飽飽 而且每個人只有4000人 是便宜到飽 4、7、8 大概300元港幣 一個人 是極度誇張 沒有人吃飽的 吃飽的 等待見 等待,等待,等待 我 Assassins 秒 九閩 兩 四 三 四 四 感谢观看